哈哈哈哈哈 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笑声梦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刘山 还有我们新西兰 伊德台阳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还有《正好报》加上《沙冷气》 也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我们今天有一节 也说了关于香港股市的哀哄遍野情况 收市方面跌了一千点 现在收报是一万五千一百八十点 近这十三年半来说的低位 记住,有时有些人会说 不用那么怕,富贵险中求 有人放的时候就是买的时候 有些人都会这么说 别人恐惧,我贪男 是的,又或者丁鞋说 不用怕,是技术性兆整理,不用怕 不怕,不怕 不怕,你教我怎么做 现在怎么办呢 如是者看到股市跌倒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真人实证 或者真人真事的事件 出来告诉大家 我是怎么这么惨 这个年轻人,他说他自己是IT world world 如是者,希望他看到自己这件事 都会上了媒体 甚至乎不知道会不会听到我们的节目 一开始的哈哈哈哈的笑声 其实不是耻笑你 其实是希望你带来一些正能量 正能量的样子 变回一些笑声 正能量的样子也不错 由丁鞋变回正能量的样子 其实也可以 可以的,没问题 也不要想起一些交易广场天台 不要想这些字 那他自己的铁文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不如一起安慰一下他 好吗? 好啊 他说,我知道,我抵端 我是IT world world 三个月前就被人炒了 所以失业了 我们也见过这些情况 就是瞒着家人 继续穿自己平时的衣服 或者背包自己的公事包 每天出去就扮上班 我不知道是麦记 还是Starbucks 麦记可能便宜一点 短时间里 都转了几次工 就想着慢慢找下一份工 不过就麻烦了 你记住 这么短时间不断转工 还有你失业的话 人家HR问起来 问长问短 都很难解释 他想着 他这两年来说 原来存下存下 虽然说自己是IT world world 不过有很多 现在做IT的人 都说自己是IT world world 我都知道他们的工资也不错 不错的 不错的 不是一般做电脑那些 我觉得不算是IT 我小时候真的会帮人拉电线 不是这些 这些比IT狗更惨 狗都不如 狗都不如 我还记得 之前在节目也提过 要捐别人的写字桌的桌底 拉电线 我都不太明白 最惨的 最惨的 尤其是OL也不缩开 因为你先走开 要缩开一点 让你捐下去 接近一点 他的高跟鞋 或者他们的私密 有嗲嗲嗲嗲嗲 那你就走开 没有碰到你 没有装你 我都知道 害怕装到他了 好了 先说这些经历 先说完 他想着自己 存到25万 这两年来说 想着试试 拿这些职速 炒一下股 找两餐 就不是很大贪 哎呀 谁知道 遇着今次的 可以说是股市 不断往下跌 当然 要不断往下跌 跌成千点的话 你买那些牛熊 还是怎样呢 如果你这样的话 我想你今天的牛仔 已经被人拖走了 拖走了 因为那时候 我的朋友都很喜欢玩牛仔 牛熊症那些 然后我说 怎么办 你今天 例如像这些情况 没有 牛仔被人拖走了 因为牛熊症那些 他说 买牛熊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不是叫你来 来赌大小 虽然你说 我也是看股市 来买的 也可以叫做炒股 我这些 我就不太建议 别人去买这些 哇 搞错 倒人买 你可以这样说的 我不希望人家 当了赌博 好了 回来说 一棵清袋之后 是 我还不知道 什么叫做地獄 还跑去 竟然 买了孖展 记住 是今天 是2022年的10月24日 就把他所有的身家的25万 一铺过 一脚清袋 不是吧 记住 他是孖展 25万 你这伙子 你记住 你孖展的话 你是要补回仓 要补回仓 你欠钱 现在变成了负资产 很快 那怎么办呢 现在负资产 看来要找人帮忙 找家人先拿着 铺处住 不行 你可以找家人先做船头尺 也不行 船头尺即是量水 不行 量什么 他说自己家里就是窮 等人家都写得明白 是窮 很大个窮字 红得玩什么 孖展 傻的 是 你瘋 那些 流青云是叫方展博 不是叫孖展博 孖展博 孖展博不过 知不知 老实说 我一生都没玩过孖展 孖展 即是孖展不敢玩 即是你自己没有这样的胆量 即是我们就算大吉利是 你会说 喂 是不是牛熊那些 不过 例如Warrant 很多年前都试过 不过我也试过少少 是有得赚过 不过 你会发觉 有上有下 幅度太大 心想 有些朋友 心脏病 我看到 不玩了 这么厉害 发想发落 发得很厉害 所以有些朋友 最多 他觉得 那个钱 不见了 就当是有他 他真的当是 人生如赌博 没有了 也不觉得 是一回事 假设有五千元 然后他说 不如你捐了他 就好 然后他听我说 真的捐了他 对了 免得整天摆在那里 不如捐了他 然后捐了钱 也觉得很开心 这件事 他说 在家人 不知道原来是炒股 也不知道如何面对他 就是他家人 记住 他没有了职触 还可以叫做 吃住家 多个人多相快 就当是吃少一点 吃少两口饭 大家省点吃 一定可以 对吧 他说 真是很彷徨 不知道怎么办 最大问题 他现在要赔钱 终于明白 为什么 像我们现在的图 炒股炒到 要像丁蟹 那样 五蟹 一起上去 这个广场的顶楼 他终于明白到 为什么要 你跳舞 我跳舞 哎 这样 树叶也落 现在的情况 究竟是怎么样 我都真的 不太懂得 如何教你 不过 只可以用这件事 来警惕大家 你已经是失业 你打算靠积蓄 去炒股 来做一些 即日先的也好 或者叫短线 有些人说 什么长短棍也好 还是怎么样 我们在另一节也说 就算 哪怕我和台英 买的一些 是叫做资源股 就是这些最稳固的 其实在这好几个月来 甚至乎这一年里 都不见了一节 我真的不见了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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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都眼冤 看来干什么 我不是玩妈展 就不怕 真的实实在在 买股票 跌又影响不了自己的生活 跌最多只是看到 觉得不舒服 他就不同 丑妈展 对吧 那究竟会不会 让妈妈知道的 妈妈 可能就知道 都拍不下 哎呀 这个臭小子 没什么用 那拍是干什么 对吧 那他现在 就开始 就懂得叫做 脚踏实地 就是你说 炒股赚两餐 不叫脚踏实地 其实当然 不叫脚踏实地 是吧 很难 叫做全职炒股 对吧 大佬 你还要是初歌 还要是某式那一款 接着就说 现在连饭钱 车钱 都叫做书干书井 所以就问 有没有什么 叫做即日出粮的工作 蛤 你现在才会问吗 你现在才问 早三个月就要问 炒妈展前 应该要问定 对吧 你去做炒菜 都比炒妈展 你神经病 你是自己拿来的 他自己也说 对于股票的认识 其实也不是很深 就是 现在接触这几个月 看到他也有贴到 自己现在欠了多少钱 他欠了12423.25美金 是美金 哈哈哈哈 整十块钱 你输了二十五万两年来的积蓄 不得了 你还要输得多多十万港元 哎呀 真可憐 不怕的 有手有脚 都能赚钱的 他 他 投资的 组合 他也有摆出来 是 我都 不得不寫个伏字 给他 他 应该 他 现在 应该会很恨 痛恨的恨 不是 痛恨的恨 大家看看他的组合 阿里巴巴 客会 哀哀哀哀哀哀哀 富途控股 东京 喂 喂 全部都是跌到 哩哩声 因为 大家要听我们的那一集 如果还没听 那就跳过去听 听 应该会稍稍稍稍 就是 科技的 不同的股价 全部 就是 这个是重灾区 他在重灾区 他在镇区里面 对啊 震区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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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个人沉了那种 嘩 为什么 这个人是2012 那些天崩地裂那些 整个人跌了下去 地下裂开了 吞噬了进去 真是不凶 真是少年古神 你全部都中了 我们不是说对于国家方面 对于这些中资股就没有信心 我们是对于自己心脏的负荷就没有信心 所以例如阿里巴巴 很多很多年前我都有阿里巴巴的 现在其实都没有持有6年左右 你说我会不会很不高兴 那时放了 放得这么早 这个世界我们看得有如浮云一样 总之赚过就算了 没所谓 当然现在某些资源股还拿着在手 虚了的话 虚了 都是拿着拿着的 总之我们记住 成败得失 如果听得很重的话 你只会就像这个年灯仔 现在便会崩溃 很惨 你自己的职速不是很多 他自己说 本身有25万 其实对一个失业人士来说 都可以顶多半年 如果你餐餐吃柳送饭 是不是 但是他就不生性了 跑去炒妈展以为可以 25万变50万变100万 这个世界哪有这么大的 夹蜡随街跳 就是想着 今天看下哪些股 今天按完就明天放 甚至即日放 一来一回 付完手续费 付完税之后 算下一个数据 哎呀 我不大贪的了 有几百元我都可以了 刚才我都说了 其实你买买股票的东西 会有那个叫做手续费 例如税 古灵精怪 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你的成本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 你就算想收拾一餐半餐茶钱的话 老实说 你也要扣这一笔 所以 为什么有些人就算想收拾丁 就走的时候 都没叫做走得到 就是因为觉得 哎呀 糟了 七除八擦的话 好像那些手续费 他们比我更多 有没有搞错 有些人是喜欢这样玩的 有一大块本金 然后就只是希望那只股 升一两格 升三四格 少少就可以赚到一餐茶钱回来 目标很小 可能手持着十几二十万 但是目标只是每天 希望可以赚一千元这么多 那记住了 升一格两格 但是你这样倒转 如果跌了五格的话 你又死了 你又继续了 你继续了 你又没有本了 你就变成五蟹集团了 怎么办呢 所以要小心一点 还要没有把握的话 有些网民都问他 哇 你有没有搞错 还去炒妈战 一切就叫他太迟 叫他重新开始吧 这就是重新开始 现在是要还钱 那些人就说 抵你啦 不懂得炒 去玩衍生工具 不如就重拾心情 找份工作 鼓励他就不要放弃希望 在这个情况下 你跟他说是否希望 他已经觉得不是希望的问题 而是绝望 有些人就叫他 马上去找份便利店 所以要兼职就先顶住 是 什么都先做 但是有个罪严美至今 请都应该可以的 请都应该可以的 不过你要还钱 差不多那十万 请你还钱 朋友先顶住 有没有朋友 信得过的朋友 我觉得他是要跟家人说的 遇着这样的情况 一定要和盘托出 老老实实 万二美元是否多呢 对一个失业的人来说 和没有存钱习惯的人来说 当然多了 他也有存钱习惯 因为有20万在手 但是他这次的失败是 这个教训我相信 不是说解决不了的 其实多些人 甚至乎找银行 看看有没有可以帮到手 找家人 亲戚 帮忙就行了 我觉得 是啊 责务重组 看看行不行 财务重组 或者那些什么财务 还是怎样的 记得去广告说是易借而还 但实际也不知道 那些是不易还的 是很难的 很难搞的 怎样都好 最重要 你要有份工 有那个收入 顶得住 你才有得还的 要计算一下 自己要还多久呢 这个学费真的很大 十万元的学费 是 厉害的 如是者呢 你说是否不用怕 是技术性调整 不用怕 这些当然不是 没有了 你现在没有本了 你想保护仓也不行 没有了 已经斩了 斩硬了 如果再不斩 明天可能更加惨了 不是万二了 可能去到万五 还是怎样都不行了 那怎么也好 希望这位哥 是否判断呢 可能是 IT 瘟瘟瘟呢 就可以 下次更加惨了 记住 我都明白 类似的个案 应该都有不少的 陆陆续续都会在媒体浮面 希望大家吸取教训 就不要想着自己叫股神 那些什么三宿四宿 五宿六宿七宿 就不要听他们说这么多 升的时候就很开心 喂 什么宿 今天我又要再把我的目标价 向上调了 可能因为市况又再继续升 升的时候当然觉得好听 跌的时候 你臉都青了 所以我自己就不要听这些财演说什么 最重要都是自己做好自己的本业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对 好 我们今次不如说到这里 太阳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